本國發表多項數據及報告,反映經濟正在放緩,上月份流失66%職位,新建註冊動工量減少,而中央銀行公佈的企業營商信心調查,顯示本國商界對復甦只是審慎樂觀。 統計局公布,國內九月份嚴重流失43,700%兼職工作,幸好新增37,100%全職工作,職位淨流失66%,差過市場預期。 由於少了24,400人投入穩工的行列,令全國平均失業率變相回落0.1%至8%,但並不代表失業問題改善。 同時聯邦機構加拿大案結的房屋公司公布,9月份新建註冊動工量,年率部份計算為186,400間, 比8月份向上修訂的189,300間年率回落1.5%,連跌兩個月。 當中較為重要的單戶註冊動工量急跌8.1%,到年率63,600間。 多戶註冊動工量保持在年率99,600間。 此外,加拿大中央銀行發表第三季商業前景調查報告, 5成半受訪的企業高層,預期他們公司的營業額將會上升, 4成6,會打算增加資本投資額。 不過對於經濟復甦,就持較為審慎的態度。 至於央行另一份貸款經理調查報告,就顯示本國的信貸環境持續改善。 經濟學家認為,由10月19日的意識起,直到明年3月份, 中央銀行都會暗兵不動。 其約的數據一度拖累家園匯價,但由於本身認為, 就業數據不算太差,反而美國聯儲局會額外推行量化寬鬆措施, 加上油價金價反彈,本國央行吳家息會位及企業, 家園匯價反而掉頭回升,上升至98.88米才收市, 全升期升0.8%,連升6星期。 美國上個月非農業職位流失9萬5千份,私營機構職位增長少過預期, 投資者憧憬聯儲局會額外推行量化寬鬆措施, 美元匯價回落,油價金價及股市反彈,導致重上萬一點大關。 美國9月份非農業職位在工營機構持續削減職位之下, 再流失9萬5千份,主要為政府削減職位及人手有關。 至於私營機構的職位就增長6萬4千份, 數目小過8月份時候的9萬3千份,和市場的期望,26月份以來最少。 全美國平均失業率保持回到9.6%。就業不足率升至17.1%。 9月份,美國有接近1,480萬名失業大軍。 市場認為美國聯邦儲備局無可避免,不單止要長期保持超低利率, 還要額外推行量化寬鬆措施。 我認為這類似的報告, 只能使用更多行政策的行動, 並使用更多行政策的行動。 報1,345.3,全星期金價升1.1%,連升4星期。 油價液回升近1美元,報82.66,全星期油價升1.3%,連升3星期。 同時美國農業部下調玉米產量的預測,農產品期貨價格紛紛上揚, 令投資者猜測,農民會借助高企的價格, 而買入農業機械和備料,刺激相關的股份做好。 加股雷升近90點,報12,536點, 全星期加股升1.4%,連升4星期。 華爾街股市力受惠農業相關的股份, 再加上美國女業業績報起,股價升5.7%, 以及預期聯儲局搬送措施之下而上揚。 道瓶斯指數成功收回1萬1千點的水平, 全星期美股三大指數都升超過1%。 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宣布, 將凍結出售銀主盤的做法, 由23個州擴展至全美國50個州, 就暫停申請活收業主物業的做法, 華爾會檢討程序。 美國銀行的股價全日下至13千或1%, 每股收市報13.18元。 黑會智能手機BlackGrey的生產商本國的Research & Motion, 獲得中東亞聯酋當局擴認, 可以進入用戶的電郵解密程式之後, 終於撤銷,使用禁令。 Research & Motion的股價上升1.12或2.3%, 每股收市報49.98元。 以哈利法斯為基地替家航Air Canada 轉載乘客的本國地區航行公司Jazz Air 入息信託。 計劃由明年起, 將公司轉為控股公司, 和將名稱改為Chorus Aviation, 但仍然繼續派發股息, 每年每股派60仙。 Jazz Air入息信託的單位價上升38仙或8.2%, 14個月以來最大單日升幅。 出席國基世銀會議的多國財金官員, 希望緩和所謂貨幣戰的緊張氣氛, 聯邦財長費拉迪認為中國早已承諾 逐步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, 貨幣戰不符合中國的利益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,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聯會, 多國的財金官員焦點, 除了環球經濟復甦之外, 莫過於憂慮, 名稱改為Chorus Aviation, 但仍然繼續派發股息, 每年每股派60仙。 Jazz Air入息信託的單位價上升38仙或8.2%, 14個月以來最大單日升幅。 出席國基世銀會議的多國財金官員, 希望緩和所謂貨幣戰的緊張氣氛。 聯邦財長費拉迪認為中國早已承諾, 逐步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, 貨幣戰不符合中國的利益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,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聯會, 多國的財金官員焦點, 除了環球經濟復甦之外, 莫過於憂慮各國增相壓抑自己的貨幣, 而可能引發單邊保護主義和外貿失衡的所謂貨幣匯率戰。 聯邦財長費拉迪指出, 今年6月底多倫多舉行的20國集團封會上, 中國早已承諾,會逐步推行匯率改革, 令人民幣更具彈性。 菲拉迪認為中國不可能發動貨幣戰, 原因是中國也需要將產品輸往西方國家, 貨幣戰不符合中國的利益。 法國經濟部長表示, 現時不足以,也沒有需要有貨幣戰。 不過,日本財務大臣野田佳燕,立場強硬, 說如果有需要的時候, 會再干預會市,壓億日元回價升值。 而中國的行動也收斂, 在連續7個月吸納之後, 8月份中國大手減持了2萬0200億日元, 大約245億美元的日本國債。 而日元回價便受到美元下跡的影響, 美元對日元結穿80至關口, 再創15年伸低。 日本內閣為了挽救經濟, 通過了5萬1千億日元, 大約620億美元的額外刺激經濟措施。 2010年10月8日星期間的金融行程, 標準普爾多倫多綜合指數反彈89點, 美國紐約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回升近58點, 從上11000點水平。 標準普爾白指數上升7點, NASDA綜合指數攀升18點, 從上2400點水平。 英國富士100指數下跌4點, 日本日經平均指數回落近96點, 香港恆生指數上升59點, 徘徊23000點左右。 上海上證綜合指數追回落後攀升83點, 台灣家權指數下跌39點。 本國十年期債息跌穿2離7, 而美國十年期債息是報2離39。 上民期貨方面, 12月份期金反彈至1345.3美元, 11月份原油每桶回升至82.66美元。 匯市方面, 家園匯價回升, 一家園兌換0.988美元, 7.6672港元, 6.5942人民幣, 30.418新台幣。 美元匯價下跌, 一美元兌換7.7577港元, 下跌至81.925日元, 一歐元上升至1.3945美元, 一英帆上升至1.5964美元。 速記者致數不足。